整个这次事件 全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 都严重的低估了疫情的杀伤力 这就因为他们不得不依靠 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 而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 既然有那么大的隐瞒 从而就严重的误导了各国政府 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那当然你看做得好点的一些国家 一些地方 台湾啊香港啊 他们是有SARS的先例 因为当年SARS他们受伤很惨重 所以尽管他们得到的信息非常有限 也并不比别的国家多 但是有SARS的先例 所以他们很早就格外警惕 格外提防 而且老百姓也特别自觉 警惕性特别高 因此这些国家 这些地方 他就处理的比较好 那其他的地方 那你一看 都是做出了这个 远远不符合实际的 这种判断和对应之策 所以才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我这种判断和对应之策 因为我和他们在写之策 都可能会有的 对应之策 如果你们在写之策 所以我们就会有什么用 我们一起去看